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带来新的意见的内容 就是关于作为老师,你的教学工作应该会包括有哪些基本的环节 在上一讲里呢,我们给大家有去讲一个真实的课堂 它应该包含有的不同的教学的比如七步法 或者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来讲 需要去了解的基于他学习过程当中的几个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意愿的层面,他的意识的层面,方法 还有包括行为 那么其实事实上这些所有的基于学生的行为也好 还有包括课堂结构的拆分也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事实上作为老师 我需要去了解的是在真体的这个教学环境当中 我需要包括哪些基本的工作的环节 这个其实事实上是除了我们所讲的课堂内七步法之外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环节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教学过程当中的基本环节 那么这五个不同的部分 其实事实上不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一些基础的结构和内容 而这五个部分呢是依托于国家对于一个基本的老师 在教师行为准则规范里面去要求到的五个基本的环节 分别叫做备课、上课、作业的布置与批改、课外辅导、学业的成绩检查与评定 那么这个和教学七步法 其实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会存在有一定的关联 也会有一些不同 七步法你可以理解是由新东方 或者是由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课外的培训的机构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理论 而这五个环节是对于国家的标准的一些课堂和课程内容 进行的一些规范的定义和相应的约束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给大家来去看一看 教学工作当中这几个环节又应该分别是什么样 而刚才我们所说的七个环节 别忘了是以学生为对象 而这五个环节其实一样也是以学生为对象 这一点上大家的出发点和原则是完全相同 但是差异在于什么呢 前边的七步法更多的可能聚焦在课堂这一个时间段内 你看我的进门侧是课堂 出门侧是课堂 课后的落实 这个其实事实上也是在课堂结束之后 它可能这个时间段呢相对会比较窄一些 是围绕着课堂的主体去逐渐展开的 而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五个环节里 把课堂只是作为了其中的一个小的片段 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五个环节要比前面刚才所说的那七个环节 它的着眼点和定位会更宏观一些 它课前的完整备课的一块 这个其实上我们前面有去讲过 前面跟大家说的什么呢 第一个你要去准备素材和内容 第二个你要把素材和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和逻辑给它呈现出来 第三个在呈现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语言和内容上的包装 对吧 这三点都是围绕着备课来的 而实际上课的这个过程它只用上课两个字来涵盖了所有内容 而我们前面所讲的教学七步法 是把如何上课这件事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详细的拆分 你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干嘛 一直到第七步干嘛 这个其实都在上课 而我上完课了之后 后边又要有布置作业 布置完了作业之后要批改 批改完了之后我还要有课外的一些辅导 辅导完了之后最后还有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考试 对吧 所以这是完整的一个教学工作的基本的环节 而绝大多数可能没有参与过教学工作的 或者是没有经历过教育资格证的考试的 可能我们就是老师 所谓的老师啊 在这块可能会认为我的教学工作就是上课 就完事了 但其实这种认知是不够的是片面 而真正的教学环节是从一到五包含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环节的过程 那其中我们来拆解一下每一块分别都要具体去做什么 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第一个 备课要备什么呢 备课备课不是指备课而已 它要备的包含有三个环节 分别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备教材 第二个叫做备学生 第三个叫做备教法 那其实事实上这三个不同的备都是准备的意思 或者说去了解去完备 你所具有的这样一个课程准备的资料 教材 这个我们是要有 那么其实事实上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要有一个大纲在 那所谓的教材 其实有的是公立学校的教材 有的是课本 有的是练习册 等等一系列辅助的材料 这个我们都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 比如说我们作为老师去上课 你没有东西拿给学生 那这个时候光靠讲 光靠输出 这个东西最后其实落实到的最终的效果上来看 是比较差的 因为光听不练不记 最后得不到什么改变 也得不到什么进步 所以无论是大家在哪一个环节的学习里面 或者是你作为老师 或者你去准备展示也好 那其实事实上你都得准备一些基础的内容 或者是大纲 最简单哪怕是一个大纲呢 有 呈现给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有据可依 有路径可查 对吧 第二个被学生 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讲 叫做最近发展区理论 学生你就核心找一点 他的知识储备上限在哪 知识储备下限在什么地方 了解清楚这一点 才叫做真正能够去了解清楚学生 但是了解学生 就我自己的个人教育经验 来跟各位去分享来看的话 最近发展趋势基于知识层面 而你如果除了去了解学生知识层面之外 这个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学生学习的问题 不是仅仅由知识这个层面来造成的 它是由于其他的很多的方面 心态啊 心理啊 学习过程当中的状态啊 节奏了 时间呢 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所以如果真正作为一个老师 想更多的去了解好你所带的学生的话 那其实事实上是需要对他成长过程当中的 每一个环节 都要有一个详细细致全面充分的了解 才可以 然后接下来被教法 教法我们说 有教无类 那你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教 什么样的学生都要去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得需要分门别类 把不同的学生采用以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加以辅助 前面我们也跟大家去讲了 你在课程的内容和课程形式的包装上 是提供给了大家很多种方式方法以及手段 而接下来所谓的教法 就是将内容和形式进行组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 他有的可能内容大于形式 有的可能形式大于内容 有的在形式上需要采用多变的方式 有的在形式上 我可能固定一种方式会比较好 等等诸如此类 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准备的 而这些的准备不仅仅停留在上课之前 好像大家看似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个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是一个持续的概念 但其实事实上并不然 你会发现备课这件事情 虽然是在上课前必须要去完成的 但是备课这件事 它也可以发生在上课中 甚至是上课后 什么意思 你在上课期间 根据你所讲的内容 根据学生给你的反馈 你一样可以去知道 你之前所背的学生 对于他的认知和理解 是不是足够准确 是不是足够正确 你发现讲着讲着发现 学生的反馈怎么和我之前的预期不一样 对不 我明明讲完了这个之后 应该所有学生都理解才对 但是大家又会发现 课上一座题全都不会 或者你讲完了之后 学生给你的反馈是一头雾水 你准备的很好 或者你自认为准备的很好 但是学生给你的反馈确实听不懂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反过头来再去调整自己的备课环境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去做老师 或者去给别人分享都一样 不要自以为 要在和听众和学生的互动反馈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提升和修正 对于自我的认知 这是不断的自我学习和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是课中备课 那课后备呢 也是一样啊 课后我根据学生的一些掌握和考试成绩的情况 我来看这个学生到底有没有真的去掌握 或者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方法 课后的备课就是一个复盘的过程 复盘自己前面准备的怎么样 复盘自己课上讲的怎么样 复盘学生听音的怎么样 复盘你对于学生的认知和理解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在备课的这一个环节需要去关注的 再来强调三个层面 背教材 背学生 背教法 而更多的是在课前 课中 课后都需要去背 没有哪一节课说我一次背好了之后 一劳永逸 终生就是完美 每一节课它在行课的过程当中都会有瑕疵 都会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看你怎么来调整 这是第一个环节 叫做背课 第二个 我们讲上课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你所讲的课程可能会根据这个课程最终的课程目标 会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所有的课程设计结构不仅是完全相同的 有的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要传授新知识 所以叫传授新知识课 有些课程我是为了巩固新知识 叫巩固新知识课 它是做练习的 还有一些呢是培养技能技巧 去做应用和做训练 还有一些最后是去做检查的 去做查证补学的分析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给出的官方定义的标准 你不同的课程根据课程的目标不同 进而可以去采用不同的备课的方式 以及行课的手段 那比如说我在传授新知识课的时候 重点我应该背什么呢 重点我应该去背那些素材和案例 背那些故事 我怎么样能够去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欲望 都是新知识 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新知识 让学生更愿意去学习 我怎么样能让这个新知识 让学生学起来了以后 更容易接受更好懂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传授新知识课 你应该侧重的去背 那些生活当中的案例 去背导入 去怎么来考虑用更加新颖 更加信任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课堂呈现给学生 这是新知识 那同时第二个 巩固新知识 就要有一定的顺序 有一定的方法 有一定的逻辑 对吧 要背什么呢 要背提 我通过大量的提 通过大量的练习 能够让学生把这个知识巩固住 对吧 那比如说我给别人去做这个课程内容的传授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新知识讲完了之后 你下来得练呢 练这个时候 我就会提供不同的方法 提供不同的素材 提供不同的习题 会有明确的指令告诉他 你今天就练多少 明天练多少 后天练多少 明确的指令输出 进而去引导学生听课和学习的行为 这是我们所说第二个 要去巩固知识课 要大量的去准备练习的 培养技能和技巧课 在这里边就是我们得需要去开发出那些所谓的解题的方法 或者是应用的方法 并且这些方法得需要在你的课程里面不断的去强化来练习 说白了就是重复 而且你的这个方法必须得不断的去迭代和不断的去更新 因为我们说知识的变化速度和更新速度是很快的 永远会有新知识冒出来 永远会有新方法冒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给学生传授的知识 或者说去给他讲解的方法是否是最新的 是否是最符合他的学习需要 这个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去迭代的 那么以及再往下 最后叫做检查知识课 其实说白了就是考试 在前面我们讲的欺负法里面就是 包括我们所说的进出门测 通过测试的方式检查一下我们所学的知识是否真正的有掌握 这叫上课 要分门别类 要搞清楚你的课程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按照同样的一个组织的形式 统一的课程结构来往前去推进的 所以每一个课程都是为他的核心的课程目标来去服务的 而你每一个课程目标都是围绕着那个大的目的和原则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能够让学生掌握并且接受他所学习的知识 这是第二个环节 第三个 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叫做因人而异 因时之异 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讲 你所需要去布置的学习内容 作业内容都应该是有差异化的 我们讲在互联网里面千人千面 我会根据他的行为 他的浏览记录 去给他生成他定制化的一些页面和他浏览的内容 作业其实也是一样 我根据他课上的表现 我根据他课上的反馈 我根据他每一次考试的成绩 是不是一样也可以去给他定制出 他应该针对性的去做哪些方面的训练呢 其实是一样 包括我们在去培养和辅导其他人下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也是一样 我根据他平时的工作的表现 我根据他经常容易去犯的一些错误和问题 那我就应该告诉他 你重点应该在哪些方向去发力 应该在哪些方向刻意的去加以一些训练 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帮助他来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能力和学习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边很多道理很多关系 它其实都是互通的 作业在这里边也要讲究千人千面 而不是大水漫灌式的统一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东西 在未来的教育里 所有的作业 所有的练习 所有的学习 其实都应该是个性化 都应该是定制化的 这样才能够找到最高效率的方式 那接下来再往下 课外的辅导 其实事实上呢 针对那些有能力的 或者是在学习能力上 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同学的话 我们可以给予一些针对的额外性的引导 我们可以有一些加餐 可以有一些额外的这个小灶 相当于是能够让他在能力上 会有更大的一些进步和突破 对吧 就比如前面我们所讲 语言表达能力上 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 有的人天生语言表达能力就很强 有的人他的语言就是天然的 很具有感染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提供 提供出更高的目标 能够让他来去达成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语言的那几个能力上 解释力啊 说服力啊 陈述力啊 感染力啊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煽动力 对吧 你语言能不能够去做到更有煽动力 那这件事情其实上是对于更高阶的 我相应的不同的这个学生 所提出的更高的一个目标和水准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课外的辅导 不要把它简单狭义理解成就是补课 课外的这个辅导 更多的是针对那些上限 已经远远在我们知识发展区的边界之外的 那些同学可以给他提出更高的挑战目标 能够让他通过你的引导和知识的学习 可以给予一定的考核的方式 这考核的方式有很多种多样 对吧 有的比如说以学生的阶段 那就是考试了 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讲求的就是 性度 效度 区分度 难度等等 这样的一些客观的指标 那么其实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学习 或者到了职场上 到了工作场景下的一些学习 更多的最终的检测 是靠什么呢 是靠你的工作的成果来 你现在学了这么多的东西 能不能够学以致用 能不能够把你所学到的东西 真正的应用到工作当中 去产出实际的价值 这个是最后的考核与评定的结果 不要忘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其实很重要 它是衡量这个学习 到底最终能不能达成效果 能不能最终有效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准 而任何的事情 一旦失去了评判的标准 和考核的方式 那最后就会逐渐流于形式 乃至最后无法 根本无法坚持下去 学习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最后的那个中考和高考 你敢想所有的学生 他的学习状态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无论是你趋于自发的这种 想要去学习 一或是单位也好 公司也好 组织起来 需要大家来学习和提升自己 那你一定要问问自己 或者如果你是这个学习的组织方的话 那你也一定要去明确的给这个课程 给这个学习设定一个 明确的考核的结果和标准 否则不然的话 没有了考核的标准 这个时候学习可能就会没有明确的方向 大家不知道到底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是状态 所以在这里边学习的整体的效率和效果 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堂优秀的课堂 或者说是一个优秀的课程 在这里边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讲会有这样的七个不同的标准 那么你做到了证明你所准备的这个课堂 或者你所上的这个课堂 其实事实上就是一堂非常优秀或者不错的课程 它包括有这七个环节分别是什么呢 叫做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 内容正确 方法得当 表达清晰 组织严密 和气氛热烈 那么这七个环节 我也给大家来简单的去拆解 简单的来去解读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七个环节到底应该怎么来去达成 或者怎么来去做到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在上课过程当中的一个 情景或者状态 来自我做一下核对 这七点 你有哪个做到 有哪个还有差距 需要怎么来补齐 对吧 那这七个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目标明确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一个叫做学生掌握知识和改变行为 大目标永远只有这一个 牢牢记住这一个 这也是我们在第一节课上就给大家去讲过的 但是 围绕着这个大目标 我每一节课 每一个知识片段环节 都还得需要有一个分拆下来的小目标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课程结构当中的总分总 里面的那个第一个总 我的课程想目标定好了之后 我每一个环节才知道应该怎么来展开 围绕谁来展开 对吧 那首先 我们大目标明确 小目标也清晰了之后 那么一堂优秀的课程 它才有了根基 才有了基础的保障 就至少我有评断标准了呀 你的目标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评断的标准 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会这样的一个知识 对吧 那我最后检测的结果就是 学生有没有掌握这个知识 它很简单 但是一旦没有目标 我这些课的目标就是讲课 那是怎么考核 怎么去评断 就没法去评断 这会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讲目标明确 这是基石 这是第一步 而且明确目标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始动结构完整的这样一个说法 比如说始学生在我的课上掌握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知识 一定是一个以学生作为主体目标 让他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作为这样的一个通用的表达方式 来去审视一下你的目标是否制定的是合理 那接下来第二个叫做重点突出 刚才我们讲重点突出就是什么呢 降略得当 逐次有别 前面我们也讲了 要讲顺序 讲取舍 讲降略 那我重点突出就是这节课里我想重点讲什么东西 那我这个地方要详细的讲展开来去讲包开了揉碎了去讲 那哪些东西是我的次重点我可以忽略掉的 那这个时候一样也是得需要我在备课的过程当中去准备清楚 一堂课听下来了之后 学生在下课的时候能够很明显的回忆出说 这些课老师讲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椭圆的基本函数 对吧 椭圆的函数方程 x方比a方加上外方比b方等于1 我记住了 重点就是这个 突出明确 OK 这是一个优秀的课堂 切记是什么呢 优秀的课堂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主次或者把次序 或者把一些这个我们所讲的干湿的比例 搞混了之后 就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我一节课上完了之后 老师所讲过的知识 荡然无存 老师讲过的段子栩栩如生 你会发现 我脑子里面记住的全都是 老师在课上讲过的那些 所谓失货的段子 而真正的知识内容没有掌握 这样的课堂 看起来它的氛围可能很好 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 很多老师会沉迷在这样的一种幻象当中 觉得哇 我的课堂非常的热闹 学生都很喜欢 我的语言组织的非常的精彩 我讲的所有的段子 学生都很爱听 但其实事实上 他没有真正的去传递 有效的 有意义 有价值的知识和内容 长此以往 其实事实上 对于学生来讲 他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 那接下来再往下 我们讲内容正确 这是对于老师所讲授知识的底线标准 你不能讲错误的东西 无论是哪方面的内容 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 都要讲正确的知识 存有争议的一些 比如说前沿领域的一些知识内容 那我可以讲的相对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可以说现在只代表在现阶段的一些观点 对吧 但是我绝对不能讲错误的知识 这是底线 而且与此同时在课堂上面 为了要想保证你知识内容的正确性 学生可能会有提问 那么你就必须要让自己的知识储备是能够覆盖 或者是远大于学生的知识边界的 这是我们讲叫做内容正确 你必须要超量的来储备自己的知识范围 你讲初中的知识 必须高中的知识都得会 讲高中的必须大学的都得会 讲大学的知识 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领域 你必须得能够达到业界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对于一个老师 在备课过程当中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自己都是一屏幕满半屏的晃 那你怎么会有自信站上讲台 来给学生去维维道来讲这些知识和内容呢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叫做方法得当 指的就是 我用的方法是通俗易懂 学生学会了之后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这个方法绝对不是一个特别复杂 或者是特别晦涩难懂的方法 他一定要简单清晰易操作 而且容易记忆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再去讲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容易陷入到自己的一个自嗨的场景里 觉得我发明了一个方法特别好用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只能解决特定的一些问题 这不是好方法 那么方法一定要在这种方法的适用性 或者说适用范围和他解决问题的效率上去做一个平衡 有的时候你去解决某一个特定问题 他的效率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他的适用性很差 这样的方法可能不一定是好方法 那有的可能是他的适用性比较高 但是他的效率呢可能就会比较差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治病 有些病是有特效药的 对吧 比如我们讲抗生素 在治疗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 它就是特效药 吃了之后立马好 叫特效药 这就是什么 效率特别高 而且但是他的普适性很差 他只能治疗某一个特定种类的疾病 你说我细菌感染抗生素可以 我骨折吃抗生素可不可以 那不行 没有用 对吧 或者我生病感冒了 吃抗生素行不行 那也不一定有用 它不一定是对症下药的 但是有没有这种普适性特别强 那针对性比较差呢 有啊 比如生病了之后 有一种药 就是虽然它不特效 但它普适性特别强 放置四海皆准 一切的病皆可以治 叫什么呢 热水 对吧 生了病之后 我们经常会听到多喝热水 这就是一种普适性极强 但针对性极差 那经常我之前听到 有老师讲解题的方法 我一切解题的方法 可以秒杀掉高中物理的所有的题目 我说什么方法这么厉害啊 他说第一步读题 第二步解题 第三步答 那这方法有用吗 没什么用 但你说它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普适 是普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你在去寻求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在效率和它的普适性之间去做好平衡 这两个就像翘翘板一样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效率又高 普适性又极强的 这个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这有没有一种特效药 什么病都能治 万能药 没有 学习方法上也是一样 你特定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 要在这里面去做平衡 而这个研究平衡的过程 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你备课的时候 需要花时间和花精力去准备的地方 那再往下表达清晰 我们讲你要不断地去打磨自己的语言 让自己能够说的话很清楚 语言表达很干净利索 没有多余的废话 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 按照逻辑的方式来去推进 结构很合理 总分总的小结构 每一层套因果递进的逻辑关系 这个其实都是对于课程的语言 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那接下来再往下组织严密 就是你的课程行进的节奏 没有拖沓 很完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节奏控制的是很合理的 干湿比例合适 课程上面张弛有度 该集中精力 集中注意力去认真学习的时候 就是学习去听讲 该放松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去放松 可以去调剂 课堂一节课上下来之后 不会特别的累 听得既轻松愉快 又掌握了知识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以及最后一点 气氛热烈 能够充分地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 参与进来 让所有的人 在这里边都有参与感 我可以以多变的形式 来进行互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所有人都能够 因为在课堂上 参与的活动 而感受到整个课堂的 这样一种丰富多彩和魅力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去讲 关于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 需要去准备的 这样的一些 课程的教学工作的 基本的环节 和基本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 简单的去回顾一下 就是完整的一个 教学工作的过程 会包括有五个 基本的环节 备课 上课 作业的布置批改 课外辅导 以及最终作业的 检查语评定 那么除了这五个环节之外 那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就是 基于这五个环节 那么我的课程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优秀课堂的定义和标准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七个 叫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 内容正确 方法得到 表达清晰和组织严密 分别我们给大家讲了 它应该怎么来去实现 怎么来去识别 怎么能做到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进行自我对照 有没有去进行 这五个基本的环节 有没有做到 课堂上的这七点 如果你都有做到了 那么恭喜你 你的课程 应该是一个 备受学生欢迎 而且能够是 真正帮助学生进步 和提分的课程 如果还没有 那么你可以针对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方法 讲到的一些具体的点 和理论的案例 那么不断地 在实践过程当中 去调整 去学习 去进步成长 那么相信大家 最后都能够去成为一名 优秀的老师 也都能够在课堂上 让我们的学生 有所收获 那么今天 我们这一节课程内容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转抹 请不吝点赞 转抹 请不吝点赞 转抹